歡迎收看肥仔靜透盤 我是老子,我是東哥 今天我們來到青衣站究竟做些什麼呢? 我們會拍一個全新的系列 就叫做肥仔靜透盤 在這個系列裏面我們會介紹給大家 香港不同地區或不同地方的美食 餐廳,平民小食,什麼都有的 今天這一集我們就來到青衣站 我們今天來吃什麼呢? 想知道就跟著我們走 如果大家上來這裡的話就來 去青衣城2號出口那裡 一直走過經過商場 然後再下電梯 再一直走呢 然後就去到一個叫長安街市那裡 長八街市 長安巴士總集 那條美食街那裡 然後有一間叫自家製的店 就會找到這裡 我叫了就是這個 阿PONG的蔥花腸粉 它再加了蛋 剛剛我吃了幾口的時候 其實它是很特別的 不像一般的蔥粉那種 怎麼說呢? 它又有點像河粉的質感 但問題是有種醬加在一起 又是很特別的 不知道為什麼要形容 因為我常常常吃東西 那我就叫了這個 雞絲蔥花腸粉 它這隻腸粉其實很特別 它這隻腸粉是人家的桂桶式 那些腸粉 即不是香港人家本身那種 好像茶樓樓 是酒樓食那種 但這隻是桂桶腸粉 我本身我自己鄉下那邊 都有這隻的 難得香港有 當然要來試一下 看看好不好吃 但真的很特別 在香港很難看到這些東西 嗯 這個醬呢 是自己調校的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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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醬是便宜的 20多元 我加上雞蛋 只有33元 但你說說 在Futconer那裡 還要這麼大份 這麼飽的話 33元我都可以 20分 我33 雞絲呢 它是一塊的雞肉 即是它不是一條條的 不像平時 不開名 不開名 總之有些餐廳 雞絲呢 它是 全部都是 很瑞絲萬段的 那些 一條條的雞絲 份量很小 然後又有鞋 但這裏不是 這裏真的是一塊的雞肉 雖然都是雞絲 你看得出 它有一塊很完整的雞 看得出來的 即是它不是撕到 像油絲那種感覺 好嗎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馬上叫 它是馬上製的 它不是一早已經 所有的 你叫完之後 它只會給你 所以所有的東西都很滾 很熱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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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裏才可以 粟米鮮蛋肉 去腸粉 我這個人 真的比較重口味 但我覺得 用雞去 嚇嚇一下它 我覺得真的沒什麼問題 你不是比較特別 是比較怪雞 很好吃 加上甜醬 它的腸粉 不是人家 很順滑 它是有少許潮皮的感覺 很特別 它 可能它的皮較為薄 所以我不太喜歡它 太薄 因為我很不夾碎 可能因為我這個人 比較衝動 所以我會夾 夾夾夾夾夾夾的 但它的醬 加一點點甜醬 或者它的醬 再加一點甜酸 就適合好吃 這個是你個人口味 對 10分滿分 打到7分 10分 6.5分 都算了 我有點美中不足 就好像剛剛兩集有所說 它的皮真的太薄 如果不小心 用力一夾 它會很容易散開 對 如果Yumi說好吃 我知道他們一定不相信 所以我們就做什麼呢 在周邊找一些老人 試試一下 對 看他們吃完之後 有什麼評語 叫他們給個分數 那整件事呢 更加真實 對 好 Let's go 好 對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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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它又不算很滑 都不太粗 那些 就是給一般的醬粉 就有 中中等等 嗯 但現在你10分 有麵包大幾個分 可以給到6分 甜度都OK 所以其實其實 數碗來說 剛剛不錯 不過我會給大概7-8分 那種感覺很頭順 而且有那種牛油那種 嗯 感覺 而且很滑 比平常的醬粉 好滑 8分 8分 多謝你 剛剛我們就找人 試吃完了 實測完了 全部東西都是真實的 不是造假的 就是他們說好吃就好吃 不好吃就不好吃 大部分的人都給 6分至7分以上 都有人給100分的 那整體來說 其實它的醬粉是真的不差的 那這個是我個人的感覺 因為每個人的口味都不同的 那所以就 沒得這麼說 我自己就真心推薦大家去試吃這間 叫做自家製的桂通醬粉 它有很多不同款的 你們去到自己選一下吧 那這間店 它今年做完呢 就應該沒得做的 因為你現在呢 你要找這些店 其實已經越來越少了 那你的商場 那些特別大一點的牌子的餐廳 那些特別大一點的牌子的餐廳 那些不停的 不停的 打架 趕走這些 你平時有些機會接觸 還有一些比較特別一點 那些平民小小的食物 所以大家 歡迎來支持一下 沒有收廣告費 非常 真心推薦 最重要的是 便宜 很大盒 你吃一盒 基本上夠飽了 我生有飲物 這條片到這裏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 就記得給個like 還有share我們這條片 還有如果你再想 我們去介紹哪一道地方的 特別的小食 或者餐廳 歡迎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或者Instagram Ctrack 我們也可以 記得我們逢星期一三五 六點鐘出片 就這樣 拜拜